从日落到清晨的雨光 帮你到天亮 你轻轻一个吻 我疯狂地回 气氛该是山湾 危险又迷人 I really want 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了些安全感 做我的心意 I know you want it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LaLa 我又去卢西河排队了 鲜肉月饼来北京了嘛 顺带着还买了点 之前没吃过的 会觉得特别好吃的 就是给自己找点借口 我先把今天要吃的拆出来 是一块儿得了 我肉还要吃资助 我怕影响我发挥 吃之前呢 我先安利一个东西 之前我跟老公在微博也安利过 就是这个德福的牛奶 真的爱巧克力的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这个可可味超级浓 感受一下 这个色泽 你让它喝真的好 不同以往喝的那种巧克力奶 它不会过甜 然后还有点味道 入口 特别丝滑 我真的觉得好好喝 我们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才好喝 我们先从这个 煎肉月饼开始 它一共是有三种口味现烤的 一个是笋干的 还有一个是纯鲜肉的 还有一个是爆浆 加热力很重 哎呦好烫 好烫 我看 看你多少没有我刚买的时候那么好吃 这个是爆浆鲜肉月饼 油沙的部分 有淡淡的那个蛋黄的香气 然后入口就是很沙很沙 而且它加的爆浆那个馅还是挺多的 就有点那像猪肉大葱包子的那种味道 它刚出锅的那个外皮是醋醋 比现在吃的好吃 就很香 再尝一个笋干儿 真的很像那种肉包子 里边笋干加的还挺多的 这种咯吱咯吱的口感 这个肉馅就没有刚刚哪个肉馅那么香 可能是笋比较多的 这可能真是难为到我了 都挺好吃的 就是一个纯肉的 特别大一块肉馅 这个葱香味更浓一些 这里边肉丸子很扎实 它那个酥皮刚出锅的时候 是很千层的 现在加热可能因为我在冰箱放过 它多少有点水气 我以前吃的咸口的月饼都是那种 金包装的 反正都是混在粘容馅里边 我就对咸口的月饼一直有点 不敢尝试 然后吃过他们家里之后 我以后可以大胆的尝试 煮了蛋黄是上次我跟老公去的时候 没买到的那种 据说很绝 这边满满的那个蛋黄馅 奶香奶香 这个味道和千层酥饼那个麻吉乳酪 味道很香 它就是酥皮的 其实它蛋黄的味道并不会特别的重 主要是那股奶香味 这个外皮就是跟没有加热那个月饼的外皮似的 就很多层 比较干爽 给泡芙真的绝了 我抢到我最后一盒 兴奋粉了 这边满满的酱 冷一点吃更好吃 我万万没想到北京的卢锡河这么的火 我是赶在工作日 午休的时间去的 我爬了一个半小时 我爬了半个小时的时候 给人说陶酥还要再等一个小时才出炉 特别绝望 因为我当时其实就是冲着陶酥和月饼去的 结果还挺幸运的 到我正好出锅了 幸运的 海苔肉控小贝 海苔和肉酥部分都很干爽 你现在买的时候吃是脆的 现在海苔也是脆的 肉酥没那么脆了 我是一个不太耐腻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酱刚刚好 似有似无的 还有那个芝麻香 这太好吃了 有的人发吃那种 就是它饿它 是它两倍大的那种大豆 我还挺想偶遇那种 买一桶 回家跟你们聚爽 还差最后一个点 北京的一个传统月饼 叫自来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可是一般中秋季 我们家都是比较喜欢吃 就是自来红自来白一种月饼 我就要比那种 连绒的月饼好吃 它里边就特别宝藏 就有点像五仁似的 青丝红丝 还有个果仁 芝麻什么的这些 它现在应该都是多少 有些改良了 小时候吃的 经常能吃到那个 大的冰糖疙瘩 这个劲儿也打得挺细腻的 外皮特别酥软 而且现在吃着也不会特别甜的 这个下 完了我居然吃饱了 昨天下来就是还挺推荐 鲁锡河的那个鲜肉月饼 吃起来就像鲁锡小鲁包那种感觉 这个更喜欢那个包姜鲜肉月饼 因为我比较喜欢油沙蛋黄的那个鲜 微信其实啊 那个鲜肉月饼最好是买了现吃 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烤箱的方式 它这个袋子上写的微窝一分钟 我就知道是它这个做的 但是可能是它油太大了吧 那瓶不酥了 再次推荐一下这个大黄乳 幸亏我这次买到了 恨自己都买两盒 那个泡芙啊还有小胃啊 你们买的绝对不会踩雷的那种 要自来红这个月饼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算是那种 和北京的热情 值得一试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啊 总之今天吃的很开心 都是我爱吃的 完全没有踩雷 好了今天测评就到这了 拜拜